就是一件清除 一件輸出 之外的話 另外有的同學的需求不太一樣他說 老師我希望我連業績都清除了 這整個都清空那我們工作上大部分會遇到就是我輸入業績 他自動幫我把後面的帶出來 比如說我今天他這個人業績要我知道他業績多少1300 各十萬 1230萬 他自動怎樣幫我帶出後面的東西 就是輸入這個 自動帶出這一些 OK那如果後面的話再輸入2400 千萬十萬千萬2400萬 OK他就自動 帶出後面的字 也就是說我只要輸入業績 他後面就自動帶出來了 這樣子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要怎麼做 實際上這裡的話就牽涉到 也是跟前面那個326 那一題還蠻像的 就是上個禮拜講的 326 因為326是 當那個下拉清單 他裡面有change 就是裡面有資料改變的時候 那我就去執行什麼查詢的動作 那這邊也是一樣 我只要判斷呢 他如果change 是在c欄 或者 而且他的列是大於3的話 而且這個列是第3 上面不管 反正下面這些 只要是c欄 而且是從第3列以後 如果裡面有change的話 那我就做什麼呢 我就去把 他輸入這個值的後面資料 幫我查回來 丟到這邊 一樣是 把d欄到h欄 通通都丟 但是只要丟 一列就好 不用丟那個像剛剛是整個 跑個回圈全部帶過來 不用 就帶一列就好 那這個程式該如何撰顯 其實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道理 反正這個工作上還蠻多類似的運用 你就輸入 你要的那個資料 Enter 他就自動怎麼樣 幫你把資料 就帶過來了 這樣的話還蠻方便的 OK 而且我這邊有多寫功能 如果清除其中一個 他也會自動怎麼樣 自動幫你刪掉 清空 OK 就是功能其實還算是 應該已經蠻完整的 如果你工作裡面 有類似這種需求 你就把它帶過來 這個地方 不是寫 那個函數 是用VBA OK 所以有些地方說真的 後來發現 很多地方 就是 用來用去 最後 工作因為只會越來越複雜 那種複雜的事情 你去想那個 用那個VBA 用函數怎麼寫 打不如你乾脆直接用VBA 好像 相對的比較有答案 反而你用函數 做半天 好像還是沒辦法 做到 而且越複雜的事情 真的很多函數是做不到 比如說跨工作表 函數就做不到 因為跨工作表 多個工作表之間的資料交換 除非你只把資料引用過來 但是 你要做一些後續的動作 通常還是用VBA 或者跨工作部 就是以Sale檔案的話 你如果說不會用VBA 真的很多地方 就 很麻煩了 OK 所以 後面基本上 我會發現有些地方 乾脆直接用VBA解決就好了 所以像我剛剛做這個動作 怎麼做 第一個 326 如果你對上個禮拜那個326那一題 那個班級查詢那一題不熟的話 回去可以再複習一下 因為剛好下個禮拜就國慶日 對不對 如果不上課 剛好有個緩衝 如果不上課你就在家裡 就可以複習一下這些 我們影片呢 從第1次 到今天 11次 全部都會在 YouTube上面都有 而且應該速度連結都還蠻順的吧 而且 影片的畫質 雖然沒有到非常清楚 但是也不到模糊啦 看應該 我想應該沒問題啦 那剩下就是你要花時間 就是 聽嘛 聽完之後就是做嘛 聽做 不會的就聽 再看 然後細節 慢動作 Repeat 然後就多練習 其實我想慢慢的 這些東西慢慢成為你工作上 一個 很有幫助的 我想一個推力 因為其實這個會的話 很多工作就很快就做完了嘛 對不對你就不用在那邊慢慢 自己在那邊塗法 應該慢慢去弄那些資料 很麻煩 所以 這部分的話 我想就盡量花時間啦 因為 就把那個 就電視少看嘛 不要追劇就好 因為追劇一追就不得了了 追不完 現在大陸延續劇 什麼現在很紅了 如意傳 現在好像出到 70幾集的嘛 對不對 在 欲罷不能 一看 就停不下來 就會想下一集 下一集 那 倒不如你花時間在這個吧 這個也是像追劇一樣 我們現在已經出到第11集了 只是說呢 你回去要花一點時間 那 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 首先呢 我們先把這個 先 我把它刪掉 重來一次 一就是把這個 乾脆 複製一個 那這邊我把它改改一個啦 比如說這邊也許改個名稱 我這邊好像雲端上有相關的 參考 你可以照著這上面來做 底下這邊 自動帶出 自動刪除 那這邊的話也許就自動輸入吧 複製一個 然後我就要 自動 輸入好了 可以自名稱的話 你就是 再把這 改不改都無所謂啦 只是說比較好辨識 那我如果輸入之後的話 自動帶出 自動輸入 OK 那把這個名稱稍微改一下 1 改完之後的話 2的話呢 我們就 接下來呢 程式該寫在哪裡 記得喔 就寫在 這邊喔 OK 你不要寫錯位置喔 不然它不會work喔 那我們怎麼寫 第一個呢 先找 那寫程式的部分呢 跟之前呢 按按鈕不一樣喔 直接按按鈕是 你就寫在那個module 但這個地方比較不一樣 因為它不是按按鈕 而是 當什麼呢 當這個工作表 它裡面有改變 就change 所以 在VBA裡面有的概念就是 就是 某一個事件 發生之後有個事件驅動的概念 事件是change 那你要當它哪一個 哪一個位置 就是change 然後呢 它就會幫你去做後續的動作 驅動什麼事情 那我們寫程式的話 一先複製一個 二的話呢 切到Visual Basic裡面 記得喔 不是寫程式在module 當然你可能要拉寬一點看一下 寫在哪裡呢 寫在這一個 專案 VBA 我們這個名稱 對應到這個名稱 裡面 不是寫在module裡面喔 OK 是寫在哪裡呢 寫在 特別注意喔 你會發現上面 會有 因為我現在 這個工作部裡面呢 有四個 工作表 1234 所以呢你也可以看到這邊也一樣會有對應的一個 對應的物件 那也就是說呢我要找到我這一個 名稱這邊有 所以你就找到這一個喔 所以特別注意喔不要找錯了喔 點這個兩下喔 程式不是寫在模組是寫在這個 後面看一下名稱點兩下 那打開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呢 你剛剛說喔 當 這一個 工作表 Worksheet 有沒有工作表 他裡面的資料 後面是事件 他如果有change的時候 他預設好像是什麼selection change selection change是選舉區改變 那我們不是 我們是只要change就好 因為不見得一定是選舉區喔 可能是 某一個組織的改變 change 把這邊的 城市 底下的那個 selection change刪掉 我們就程式把它寫在 這個sub 跟這個and sub裡面 這個中間 上下你都不要去改 那我們要怎麼去 撰寫那個對應的程式呢 你就要先判斷 因為我的需求是什麼 如果我的c欄 有改變的話 才去做後續動作 所以呢判斷一下 如果 if c欄 我怎麼知道這個 這個改變的是 他會用target告訴你 所以 你可以 這邊輸入一個target 那改變的話呢 點下去會有個 改變的 改變的就是 會用target告訴你 改變的那個target裡面的column 藍 所以co column 他的藍呢 如果等於 c藍的話 那特別注意 我試過 這邊只能用數字 等於3 你不能用怎麼等於c的字出來 好像不行 只能用3 第三藍 改變的是第三藍的話 then Enter兩下 打個endf OK 就是當只有c藍改變 我才去做後續處理 那 可能 其實我本來是只有寫這樣 後來同學說 老師 可是上面還有 123 三列 是不是 順便三列 後來我想說 好吧 如果你要硬是要這樣寫 就再一個end end呢 他的列 這個target 點什麼呢 這邊 target點row 點有沒有 點row OK 他的列呢 如果大於3的話 有沒有 OK 因為他這邊是第1列 第2列第3列 如果大於3就是 第4列以後 就是意思說 如果他是第3列 而且 end 而且他的列數是大於3 才去做 後續的處置 什麼處置呢 就是 把那個什麼呢 資料 幫我帶過來 帶過來的話 就帶 D到H 其實D到H 剛剛好像有寫過類似的東西 所以其實你可以把這邊的公式 這邊 縫迴圈不用 剩下來的話呢 就把這個 中間這個區塊 把它複製一下 複製之後的話 貼到哪裡呢 貼到 剛剛的這個 這個地方 EF裡面貼過來 貼過來之後的話 但是你可能要改一下 改哪個地方呢 其實就是把公式帶過去 就把這個公式幫我帶到 那個 同一列 可是問題我怎麼知道他輸入的是哪一列 對不對 所以特別注意喔 你不能用I 那我怎麼知道哪一列呢 他會用target.ro告訴你 所以呢如果哪一列的話 其實你可以拿這個 去 修改他 也就是說呢 跟改變的那個同一列 的D欄 跟他同一列的E欄 OK 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 我們程式呢 第一階段就完成了 這個地方的話呢就是 他不是按按鈕 所以你不是說 這邊執行喔 所以我們試一下把這邊 CtrlShip向右向下 這邊先清空 清空之後的話呢 我們試一下 如果這邊輸入的話 他能不能幫我帶資料過來 當然如果你寫完之後 可能 這個程式呢 跑太快一下 看不太清楚的話 你可以設中斷點 設在這裡 他會停一下 我們試一下 各 10 100 千萬 1230 Enter 他有 觸發了 有沒有 他這個工作表 這個工作表 裡面呢 有發生change 他抓到了 這個時候他的column 是不是第三欄 是第三欄 所以你會發現 優標放在上面 他給點column是3 那是不是大於 列的話是第幾列呢 你會發現喔 他會用這個方法 告訴你 他現在是第四列 第四列 對 沒錯 改變的是第三欄的第四列 有沒有 所以column點 Target點column抓到欄 Target點roll 抓到列 好啊那所以呢 這個邏輯 應該會進到裡面 所以我把 F8 下一行 那你會發現呢 把它丟到哪裡呢 第 同一列 第四列 的第一欄 幫我丟什麼 丟這個公式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公式丟到這邊 F8 F8 有不要放這邊 F8 OK有沒有發現 這個公式呢就丟進來 那下面的話下面的公式呢就會逐個逐個 幫你全部都丟進來 OK所以把它執行好了 全部都過來 OK 那其他的話呢當然這邊也是一樣 比如說我再輸入一個 他就自動帶過來 OK應該可以看懂這個邏輯吧 但是呢這邊會有少一個功能什麼功能 因為如果說你這樣子是OK的可是如果說 今天會有個狀況 比如說他清空這個 他按Delitz的話 他還是一樣 所以怎麼辦呢你要辨識喔 如果他是清空 的話那你就要把這邊也清空 除非說你他不是清空他是輸入的話 那再帶資料 所以這邊可能會需要延伸 延伸寫一點其他的東西 那這個部分我想請各位先試一下 先到這裡好了 我再把重點提示喔 1 把這個複製過來 改自動輸入 2的話呢切到Visobasic 那特別說不是輸入到模組喔 而是輸入到哪裡呢 輸入到他 他的上面這邊對應到的 你會發現如果你這邊是叫自動輸入的話 你就會有一個 一樣的物件在這裡 那你就點他兩下 找到Walksheet 裡面的Change 那再把公式 輸入到這邊 特別注意喔 就是先下一個邏輯判斷 邏輯判斷的話就是 如果 他的欄 是 大於 是等於3 意思是說我今天 要處理的話 只會是第3欄 而且他的列是大於3的話 那就幫我怎麼樣 把資料帶過來吧 帶過來就是他的Target.Row 的第1欄 把公式貼 其實 這個我剛剛是從前面複製貼過來 只有改一個這個本來是I 把它改成Target.Row就可以 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這個部分的話就是可以自動 幫你用那個VBA的程式 自動幫你把資料 就當他輸入業績 那就自動把那個需要的資料 幫你帶過來 哈 好